嗨,大家好,我是辉克,很高兴和大家又在这个一个北风网上来认识。 这个从今天开始的话,我会为大家带来一个系列的课程。 这个课程的话是数据结构和算法。 在以前的课程当中,我是有讲过我们的所谓的一个SlowNet。 这个项目的话,我是来说我们的数据结构和余计算法。 数据结构和余计算法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话题吧。 就是说历来来说,如果说你编程的话,如果说你不懂一些数据结构,或者说你不懂一些算法的话, 你永远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循环,简单的if else,或者说水球,或者说是一些简单的结构的话, 其实你并不能说真正的去往里面的进行发展,或者说对你人生的一些编程的一个这样的经历的话, 还是挺有一些障碍吧。 其实这时候来说,这时候其实你是你最主要来说,为了你要打下基础,或者说是一些想更往一些深层次, 或者说一些,怎么说来说,就是说你想更深入的去发展的话,你这个数据结构和算法的话, 还是要必须的去看一看,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不学也不行,是怎么说,学的话对你的个人发展, 各个或者你编程的方面的或者思维的开拓等等来说,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 这的话我们就是说,废话我们暂时就已经不说了。 这里的话就先介绍一下,我是叫辉克,我的网民是辉克,这个我们的数据结构与算法,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语言的话,语言的话我们是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站长商量之后的话, 是决定用我们的CShop语言来进行描述,当然我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语言来说, 其实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我个人来说的话一直觉得语言其实只是一个手段, 只是说我实现我算法的一个手段,至于你到底去用C语言呢,C++,或者是加我, 或者说我们现在要讲的CShop语言的话,其实都是一个手段, 而真正说要做的,要实现的,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算法给写出来了。 因为现在对于来说,你点内写的内裤,或者点内写的算法,你架我也可以调用, 你架我写的算法,我点内其实也是可以调用的。 其实说这个语言的差异和区别越来越比我们的说模糊化。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切入我们的主题吧,当然也是老样子,我们就说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大致的一个结构吧, 或者说一个课程的安排吧,当然这里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说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致的一个安排。 其实我有时候下面我都没有写具体的课程,按结束,其实主要是说我大致的说是整个的一个一节, 我也可能说安排几节课。 首先的话我们这节课,也就是我们这节课来说的,就是首先来说我们有一个算法的指标平静, 就是说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时间复杂度和一个空间复杂度,就是说我去判断一个算法它的好坏的话是主要从两个方面去进行考虑。 一个就是说时间复杂度,还有一个来说那就是空间复杂度。 如果说在这两个复杂度的基础上评标指标都是说偏高的话或者说偏好的话, 那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从这两方面来进行评办的。 接下来的话我会是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信心表。 信心表的话其实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主要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序标, 还有一种是什么来说就是练势表。 顺序标的话它主要是包括两个,一个是数据,一个是动态数据。 数据的话我们主要是对应的是我们的error。 还有一个动态数据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后来用的也是我们常用的error, 对不对? 当然在爱理人之后的话,其实我们更倾向大家去用什么呢? 用list,用范形去做。 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如果在这个后面的话, 其实我也给大家介绍。 关于errorlist和list,在性能比较方面的话, 其实我是更推荐大家去用list, 因为list的性能相对来说是比errorlist要高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两者, 因为大家牵扯到它的内部的机制的话, 大家应该会知道有点,就是说它是有一个所谓的装箱和操箱过程, 装箱和拆箱过程。 就是说,所有的数据类型的它的所有的dennet当中,它所有的数据类型,它是继承于object的类型。 是继承于,ok,这样的话我们,我还是在我的大高上面写吧,好吧。 它是主要是gop.get, 比如说,dennet所有什么所谓的string,int,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等等一些数据类型的话, 它都是继承于我这个G类的。 所以说,llist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如果说我去声明一个数字的话,我需要给它声明为整, 嗯,int型,string型,或者说是等等其他类型。 嗯,但是说,一旦我给它声明为string类型的话,我这里面就只能放,嗯,什么,字不算类型,对不对? 但如果说,我们后来大家很喜欢用llist,那是为什么呢? 嗯,因为说我去声明一个llist的时候的话,我不光可以往这个llist里面去插入我的,嗯,我现在,假如我现在是声明了一个llist,嗯,类型的数据, 这时候我往这个list当中,不光去可以插入int,也可以插入string,就是说,它这个里面存储的是什么类型呢? 它存储的是object类型,所以说,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大家,就是说,嗯,它的包容性比较大一点吧?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更喜欢用这样的,当然这个也比较方便一点,因为这个我去用数字的话, 我必须在我数字,嗯,建立的时候去声明我这个数字的,嗯,大小,对不对?容量,嗯,但是这个llist的话就不需要了,我去动态的去添加的,对不对? 但是大家如果说看过一些,嗯,denet的一些圆码的话,大家都知道,嗯,朋友会,如果大家都看过一些圆码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 其实,微软的.net filework,呃,denet filework当中,实现errorlist的方法,其实是用error去实现的,它只不过说,微软把这个一个error,去用我们的,一个,呃,给分装起来了,分装成一个这样的一个list,呃,方便给我们用,我们有所谓的add方法,或者remove方法,都是更多的, 实际上被微软给分装了,嗯,当然,这样的话,其实大家说的这半天,大家其实不是太清楚,这样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大家这个工具是比较好的,大家就可以去下一下,我相信大家如果说,做简单词,一些操作的话,大家应该是,都应该会有这个工具嘛,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去摆住,各个里面去搜一下,肯定会有这个,比较很棒, 嗯,这时候,我们去search一下,我们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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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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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40. 这时候我们双递他,OK,这时候顶一下,里面击一下,里面击一下,哪个 siècle 呢,不清楚,这时候,它的所有的方法都会显示出来,嗯,这时候,我们这个里面,手对应的lds,就是我们denight framework当中, L-list的实现方法,首先它有这两个type,对不对,然后更多后面它有这一系列的什么东西 然后Carol这什么东西,构造函数,对不对,当然它有好几种构造函数,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重载,对不对,然后更多后面它有这些一系列的方法,比如说L-list,AD怎么实现的,首先 它是判断这个数组的长度,是不是等于这个长度,如果不,如果不等于的话,那就去给它,就说明这个数组的容量变形了 所以说我需要给它增容,就是说把这个数组扩大,对不对,扩大之后的话,它有一个V,V型就是版本,版本的话就是说,因为考虑到现成的安全性嘛 如果说到现成安全性的话,大家有可能会要再说一下for和for一起的区别了 再的话,我在后面课程会说,暂时就是现成效果,好吧,接着往后说的话,我们会受到一个增加,对不对 同样,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速度清空的,那就很简单,我只要去把,对于L-list方法当中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Clean的方法 其实它对应的,其实它内部的实现方法就是把我这个数组给它清空了,对不对 同样,copy,getmr index,对吧,它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去数组去实现的,对吧,它通过这个数组去实现的 好,我们大致我们就先看这个,因为在后面我们在课后面的课程当中会有详细的课程来说,呃,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用L-list去实现一个L-list 大家去根据我们的,我们的微软的.net framework的动作方法去实现的,呃,同样的更多方面我们去说一下要链表,链表的话,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单向链表,双向链表和一个循环链表的,循环链表的话,其实,不过是大家如果说看过一些算法设计,或者说数据结构的一些书的话,其实大家应该都是说,会,呃, 嗯,听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叫做约瑟夫,ok,约瑟夫,约瑟夫问题,不好意思,你的发音不是太准,嗯,叫做一个叫,一个叫约瑟夫问题,就是说,十个人,我数数,从第一个网,我报一二三,ok,我这样吧,我要举个例子吧,好吧,嗯,花图工具,ok,找一个花图工具,ok,找一个花图工具 嗯,嗯,ok,找到了,嗯,我这里,一,二,ok,我画十个人吧,啊,三,四,五,六,七,好吧,就是说,我七个人,从一,二,三,开始报, 然后一,二,三,开始报,再一,再一,二,三,这样循环的开始报,ok,这样报,每当报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出列,然后他再出列,然后第二拳我们再报到时候,他是不是报,因为这个末尾的话是一,对不对,再,呃,再到他循环的时候,到他的话,他应该就是阿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是三,对不对, 这时候他出列,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到他再报一,他报二,ok,他报二的话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循环,呃,再是到他报三,然后他出列,对不对,以此循环下去,谁最后一个出列,对不对,啊,谁最后一个出列呢,那很简单,然后我们再,我们人为了再去走一下,ok,然后这里的话是三出列了,对不对,然后这里再到是一, 然后这边就是二,这边就是三,对不对,然后这边到他再出列,然后只剩下这两个人,对不对,这两个话就是他还是一,二,三,对不对,然后他就出列了,最后出列是谁,最后他不出列,对不对,也就是说剩下来的时候是他们都出列了,然后还剩下他一点,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呃,约瑟夫问题,约瑟夫问题的话,其实,呃,主要是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问题, 大家在我们的后面的课程当中,呃,也会说用一个算法,因为我有了所谓的,呃,循环列表,这样一个结构,去存储一个这样的,呃,数据类型,或者说算是一个方法吧,呃,嗯,大致的就是说,我们一个这样的结构,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呃,循环列表去做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也算是比较,呃,也算是比较,呃,也算是比较一个,呃, 比较一个优的方法吧,呃,接着我们后面的课程的话,我们会,呃,当然说完列表的话,肯定一定要说,呃,呃,对战和对列,对不对,呃,对列的话,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呃,一个新进现出,呃,后进,后进,后出,这样一个规则,对不对,呃,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会带大家用我们的自己去写一个对列和对和战, 啊,当然这个写的方法也是参考我们的简单的翻博当中的追战的实现方法,呃,同样的话,我们再往后面,同样后面的话,我们是一个,要讲到一个串,串的话是一个基本方法,呃,串的基本方法,其实这个,如果,我相信如果大家变过一些层的话,应用的最多的一种数据,呃,数据类型,数据类型的话,应该就是Spin吧,对不对,但实际类型的话,一个人大家问的一个比较多的,也算是, 一个经典的,算是经典,但是应该是问的一个比较多的问题的话,就是说,Zin它到底是属于引用类型呢,还是直类型,对不对,其实怎么说,它是,呃,一个具有直类型模式的引用类型, OK,但是因为,为了怎么说,它是一个,因为说,嗯,这样吧,因为这个一两句话其实说不清楚,当然我在我的后面课程当中会有一届课,是专门针对它到底怎么,在我们的内存当中,怎么去实现的,或者说是,呃,怎么样去, 不然怎么去安排这样的String的,我会有专门的一些课程去解释它,呃,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先大致的概括吧,就因为这主要是说一下大致的,也介绍一下课程大致的结构, 后面会说一个StringBuilding,StringBuilding的话,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如果大家,如果经常用到一些, 遵循一些拼接的话,我建议大家最好是不要用什么,A什么这样的方法去做,A,然后再加上什么,B,呃,如果说一些刚,呃,刚写程序,或者对程序不是太熟悉的话,大家就可能说,直接去两个字符上拼接型的话,直接去这么拼接, 其实,这样的效率的话,其实在我们的内存当中实现的话,其实效率是很低很低的,呃,建议大家是用StringBuilding去做,这样的话,呃,StringBuilding它直接是可以在我的内存当中去进行拼接的, 而不,而不会说做一个所谓的Copy一个这样动作,而我上面的这种方法,两种方法直接,呃,给天,给加,用这种加号给连起来之后的话,它其实是用了一种所谓的,呃,只拷贝,就是说,呃,不是只拷贝,相当于,就,我在我的内存当中,就是这种一种格式吧, 首先我这里是拷贝内存,因为是A,然后这里我再加B,OK,它怎么加的呢,呃,首先我把这个A,再开P一块内存,在这个内存当中,把这个A的值里面的内容拷贝过来,叫做A,然后再把B的内容拷贝过来,这样的话,一块新的内存,这样的话,它涉及了几个操作,OK,一个,两个,三个,涉及到三块内存这样的操作,对不对,这样的话,效率它其实是很低很低的,呃, 嗯,在StreamBuilding的话,它的实现模式就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它的会会快一点,但继续往下说,我们要,呃,听得最多的,当然也是,偶尔也是因为有,呃,一些,遇到一些匹配算法的话,呃,所谓的串匹配,串匹配算法主要是有两种,一种的话是一种Browse算法,还有一种叫KMP什么,KMP算法的话,当然,呃,因为它里面牵扯到, 有一些,一系列的回溯问题,所以说,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一系列的改进和优化,就是说对MP一些当中进行优化和改化了,呃,接着我们会说一些素,呃,我相信学过数据,在大学当中学过数据结构,或者说算法的一些同学的话,呃, 数这块的话,应该算是比较难,或者说比较,呃,怎么说,难去,也不能说难,但也就是说也比较复杂吧,应该说比较麻烦的一个一个,以这一种数据结构,呃,主要是牵扯到一些, Ata数啊,线索,Ata数啊,森林,等等一些存储结构,呃,在的话,呃,这的话我就稍微提,就概括一下吧,好吧,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后面当中也是会提到的,呃,接下来我们会说图,图这一块的话是比较重要的,呃,我也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将近七节课左右,来说,这样一个图的一个,这样的数据结构模型, 首先我们会说它的一些存储结构,就说我一张图怎么样去存储一张图,当然,大家不要说简简单,那就是说我一张图P个下,把它存储为Spring,然后通过Spring这样存储,OK,不是这个意思,呃,我说的图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说,呃,我新建一下吧, 有可能说我怎么去解释呢,我一张,我一个校图地图,OK,这里是,呃,OK,这里是北京,这里是上海,这里是深圳,这里是,呃,新疆吧,或者之类的,我把这个四个点的,这个图上的信息,一个地图上的信息,信息,存储到我数据库当中,用怎么样的数据结构去进行存储呢,对不对,还要不光说我要存储到四个点的坐标,或者是四个点的信息, 就可以了,还要存储这四个点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因为数据结构它不光是点和点之间的一些信息,还要清扯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光是数据,不光是datum,还有什么,relation,对不对,不光有数据,还有关系,我们继续往下说吧,呃,当然是,最经典的两种方法, 图的便利,一种是深度优先,一种是广度优先,对不对,呃,还有一种最小生成数,最小生成数的话,就是说,我生成一个最小的数,然后去匹配,对不对,这实话,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克林布算法,一种是克鲁斯卡算法,这两种方法也是最经典的,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叫做,呃,弗洛伊德算法,弗洛伊德算法的话,其实是求出我们的最小,什么路径,对不对, 还有一个迷宫,呃,这里的话,我会,这特别的结构呢,我有加一个迷宫算法,就是说,呃,大家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过一些,应该玩过一些迷宫,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嗯,我举个例子吧,这样,OK,呃,迷宫,怎么说,这图还不是太好画,呃,大致就这样吧,就是说,我怎么样把,在某个地方给拦住了, 他不能走,对吧,我从这里,呃,走到这里,对吧,在中间,有些是不能走一些这样,类似于这样,横子之类的,在那星期,OK,我从什么,怎么样,怎么怎么走,走到这里,对吧,而且他不能靠,呃,碰到臂,对吧,就有点像那种,贪吃蛇,玩戏,如果大家有没有玩过贪吃蛇游戏,呃,吞吃蛇,有没有,大家有玩过吞吃蛇游戏,如果大家玩过一些,玩过这个吞吃蛇游戏的话,大家应该对着迷宫,应该是比较,呃,应该是理解一点的,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会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呃,类似于这样一个迷宫,就是说,算法就是从这里,怎么样走出来,一个算法,其实它只是一个图的便利,OK,它一直是往下走的,它其实是一个,呃,有这种专门的一种算法是可以算可的,呃,最后来说,我们第六,第六章的话,会说一个排序,排序的话,这一块其实,嗯,怎么说来说,应该是,呃,比较经典,或者说比较多了吧,呃, 如果大家是面试的话,我相信在,呃,算法的,在算法的考试当中,或者说考算法的面试题当中,应该 十有,呃,六七,或者七八,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排序的,那一个算法,让你去写一下,呃,比如说,让你写的最多的应该估计应该是冒泡,对不对,呃,其次的话,就是说,要不然让你写一个冒泡算法,要不然就是说,让你写一个,你认为自己认为的最快的一个,呃,排序方法, 当然来说的话,我自己用的对排序是相对比较多点,当然这,其实这机动上反,其实在各种的不同情况下,或者说,你参考的数据量的大小的话,其实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数据量比较小的话,其实你排序用这机动的话,其实,其实都是,怎么说,差不多的, 呃,但是如果说你数据量精轻很多很多的话,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你们去用,呃,对排序,而不要用所谓的冒泡排序,冒泡排序虽然简单,但是效率相对来说,在大数量的,大数量级的情况下,还是比较低的,呃,最后的话,我可能会跟大家说一期,哦,还有一个爱分查找,呃,怎么样去在一个速度当中,以最快的方法去查找一个数,呃,当然真的话是我们采用的, 是爱分查找,爱分查找其实也叫对半查找,就是说从中间破开来,ok,呃,这里有一个数据的数据,ok,从中间破开来,然后进行判断,呃,这样的话,数据来说,相对来说是,呃,比较快一点,比较快一点,当然这其实有一个概率问题,如果说你,你,你,ok,这是第一个数,ok,我再,再新建一个吧, ok,我们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如果说我们想找爱这个数字,如果说我从前往后找的话,那肯定是第二个找到,对不对,但如果说我今天是从对半查找的话,那肯定先查这个三,然后再查爱,对不对,当然也是第二步的, 但是因为这数据,嗯,举的比较少,那肯定一下看,如果说今年有七个,八个,或者九个数据的话,大家也可能看出来,也可能说,对半查找数据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说我们这里会介绍一个爱分查找的方法,呃, 还有的话,就可能说如果时间比较多的话,我就是说会再,嗯,选择一些比较好的算法,给介绍给大家,当然其实大家都看到,我在每节课当中的结束之后,其实都有一个所谓的趣味算法,其实这个话我都是说,嗯,自己看到的,或者说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认为的比较好的一些算法,我给拿到我的课程当中来讲,嗯,大致的内容介绍了,嗯,最后的话,还有一个数字库的维护,而日常维护, 和优化,嗯,这块的话,内容是暂时为暂定,就是说,根据我们的课程的时间的安排吧,如果说课程时间来说,相对于说比较充裕,或者说,呃,有时间的话,我就说来讲这块,如果说时间,课程的不是太,不是太够的话,我觉得这块的话,我就暂时不说了,但数据过这块的话,其实是,比如说,你做过,嗯,一些项目,或者是大的项目的话,其实你一些数据的日常维护,或者是, 一些优化,如果设计就怎么去优化,或者设计就怎么去进行调试,或者是一些,如果说大数量级的话,你怎么样和你的点赖的进行交互,嗯,还有一双微,或者是,怎么样保持两个数据,数据库的数据,保持,嗯,同步,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用所谓的日子,日子传送啊,日子分析啊,然后还有一些,呃,订阅发布,或者说镜像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我们的,呃,数据库的保持他们同步的更新吧,大致的内容我就介绍到这里,好,我们这一课,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一课吧,因为, 第一课吧,我们大致的把我们内容大致的跟大家去概括一下,呃,我的,呃,我的网名叫辉克,呃,我的email地址的话,我这里先给大家一下吧, 嗯,如果大家有意见,有意见,或者说这些算法是,算法这块比较感兴趣,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说,呃,发邮件给我,嗯,当然,如果大家有,也可以去上北风网的论坛,里面有一个叫做, 北风论坛里面有一个讲师答疑,OK,在这里,呃,会给讲师,大家也可以去这里面给我留言,呃,我会尽快的回复大家好吧, 好,我们切入,呃,主题正式来讲我们这一课,这一课,这一课,其实相对于说,比较简单一点,都是一些概括性的一些内容,呃,首先我们要讲一下我们数据结构,呃,什么叫数据结构,呃, 嗯,数据结构,刚刚刚也和大家说了,它不光是有一个数,它不光是有一个数据,它还有一个,呃,就是说我点和点之间,就是说,什么叫结构呢,就是说,我,怎么说,这样吧,我再画张图吧,嗯,再画张图吧,呃,我,怎么画,假如画个三角形结构,这里三个,三个点的坐标,对不对, 嗯,这三个点的坐标的话,我不光要知道,这个点的坐标为多少,这个点的坐标为多少,一二三,这三个点的坐标为多少,我还要知道它们之间的角度,对不对,角度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这三个点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存储一个这样的三角形的话, 我不光要存储他们之间的,呃,顶点,也要存储他们之间的角度,当然有人会说,我今天存储了他们之间的,呃,顶点的话,我完全可以根据他们三个点的顶点,来求助他们之间的 假角的,对不对,当然,也可以,是可以算成,当然,作为一个好的存储结构的话,我个人说,更倾望于把它,角度也存储, 这样以后,我算起来,以后用的时候就方便起来,就方便了,不需要每次我用的,我用角度或者穷并级的时候,我需要,啊,再,再,再求是这样的角度,那的话就是,呃,没有太,没有太大意义的, 其实这里也体重了,体现了一个,所谓的用空间,换,是吗,换时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多画了一样的,多画了一点的, 呃,空间,或者内存,或者硬盘,来换取的我,计算时间,对不对,就是我把这东西存储在我的硬盘,存储在我的内存当中,这样的话,我在计算的时候就不用去计算了,对吧,这会换取的时间,呃,主要是数据价,关系,对不对,数据结构,呃,下面,呃,就是说,我们的数据结构,逻辑结构,它也包含哪几种,哪几种关系,呃,手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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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首先,它是集合关系,那集合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我是包含一种这样的关系,就是说,呃,OK,画圆,点点点,就是说,我一个大圆,你们包含这三个点,这就所谓叫了集合关系,对不对,包含在里面,呃,还有第二种,第二种线线关系,线线关系,刚才有说,它有分成叫做什么,呃, 线线的,那就很简单了一条线,对不对,它就跟着它名字来说,一条线,OK,这里相当于一个链表,对不对,一,一个点,第二个点,第三个点,这个链表关系,线线的,对不对,像一条线一样, 还有一个是,呃,素结构,素结构的话,就像我们所谓的爱他说啊,或者说是买爱他说啊,或者甚至这种一个素的结构去乘数,素结构学得很好解,就是像我们的,呃, 嗯,站在浏览器当中里面,OK,文件讲,对吧,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对吧,素的结构,存储的,呃,接下来,还用结构,就是图结构和网上结构,图结构和网上结构啊,就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用图,对吧,就是说我整张,如果给你一副中国地图,我中国地图怎么去乘数全, 其实这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图结构,对不对,呃,我们接着往后说,它有个存储结构,就是说我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给你一张表,或者是给你一张图,或者是给你一个这样的存储结构,你怎么去给存,或者说你给你一个,呃,结构,你怎么去给存储行呢,呃,存储这些话,其实你有很多的存储和结构方式,首先,你有说,所谓的顺序存储结构, 顺序和不免思议,它其实就是说,按顺序去进行存储的,就是说,呃,我第一个数字,假如说我这里有个数字,呃,一个元素,第二个元素,第三个元素,第四个元素,OK,第五个元素,我就是按顺序这样一系列的去往下存储的,对不对, 如果说一件事的,那就不一定了,那一个人说我这里是第一个元素,这里是第一个元素,我再画五个元素吧,OK 一个人这里是第五个,这里才是第二个,这里是第四个,这里是第三个,一个人它是这么去进行存储的,OK 二,三,四,这边,这样的话,它存,如果我是用我的宿主,在我存储的话,它在我的存储当空存当中,它是连续的一块内存空间,对不对,但是说,我换个颜色吧,大家看清楚一点,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它这个颜色是在什么样子,OK,找了,就这里面,如果说我对应我这样的一个,电视的存储结构的话,呃,它,其实在我的内存当中,它的存储结构就不是顺序的,对不对,一个人说我在这里一块内存,在这里又分了一根内存,在这里一份,它是, 零,呃,零星三层的一系列内存,对不对,然后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指针给链接起来的,对不对,它通过指针给链接起来的,呃,还有一个是索引结构,OK 它其实跟我们所谓的Dictionary,就是字典类,跟那个,还有hack table,那样的,就是说一个下标,然后就是说我对应的OK,这个下标为一号,这个下标为三号,这个下标为二号,这个下标为二号,这个下标为二号, 这个下标为五号,然后对应的OK,一,那就是人语,一,A,二,三,等于,二,对不对,它就跟着在一个下标来进行成,它其实就像我们半字典一样,多应一个swing,然后多应一个值,一个swing一个值,就是我们所谓的hack table或者是定向内,这样的一些结构去进行成熟的, 闪列方式,闪列方式,我们在后面会提到,这的话我们就暂时不对他说了,呃,还有一个数据类,数据类型,数据类型一个原子类型,原子类型很简单,那就是所谓我们的,呃,系统所提供的,那就是,怎么说呢,大家,呃,想一想, 成为人类原子类型,那就是说它不可分解,原子吗,不可分解,对不对,所以说它是一种不可分解,那不可分解的话,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对应到我们数据csharp语言当中的话,那就是对应到我们所谓的字符型,啊,整,整数型,呃,浮点型,啊,像这些类型,它就属于是,就属于原子类型的, 还有一个结构类型,结构类型的话,它就使struck词,对吧,struck的话,我人为了就可以进行去电影,对不对,就是说我可以去电一个类,或者说我去,一个struck,struck的名,呃,年年多少,名字为什么,阿丽为什么,等等,对不对,就有点像类一样的感觉,对不对,它是这样一个结构类型,那我们继续往下做,呃,继续往上的话,我们就说, 一个,呃,就是说,也是这个课的重点吧,就是说,呃,一,我们怎么样去 评价一个算法的好坏,首先,我们去根据一个时间复杂度,还有一个是空间复杂,当然,这两下的话,一个时间复杂,一个空间复杂,这两下是最重要的, 呃,当然,还有所谓的什么,健壮性,啊,可读性,啊,等等,等等,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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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的话,其实, 相对于是,呃,相对于这两下来说的话,其实相对也是稍微次要一点吧,主要来说的话是这两点,一个是时间复杂度,一个是空间复杂度,呃,时间复杂度的话,呃,我这里,我就是先写个例子吧,好吧, 我们打开我们的VS,呃,我这里就随便新建一个,呃,控制杂应用程序吧,OK,这两话就第一个项目,那就是说,呃,那就是说,呃, 嗯,这样,同样的,我们去写一个,OK,做循环,硬式列行的话,OK,呃,这样的话,我们去写一个计算,从,呃,0,从1到50的这样,加起来点多少,那应该是,我来写过应该是,OK,4,1等于50, 好,我们首先去定一个total吧,嗯,定一位一个,1等值的sine,等于0,OK,然后的话,我们再去把它,上值去加上,等于,OK,然后的话,我们去knowsland, 转型,对吧,为了不让它闪屏,我们这里就来加上一条,OAZ的,那好吧,OK,我们按F运行一下,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一个算法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 它是怎么循环的 从0循环到449 对不对 循环到49的话 它的计算时间为多少呢 比如说对应到我们这里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那OK 它的复杂度的话 大家想一想 复杂度为多少呢 首先我们这里有个 怎么去算的时候 怎么去看一个时间复杂度的 首先我们对一个叫做过循环 过循环当中 它所包含的基本操作 怎么样 首先去给它进行分解 首先我们去把它有一个这样的操作 i等于1这是一个复值 复值的话 它干什么呢 直行了一次操作 对不对 这时候它相相对于它需要一点时间 对不对 因为它从把0复值到i 它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说再执行一次 更多往后 当i小于50的时候 它执行多少次 49次 对不对 第54次它不会执行 对不对 我们去算一个这样的时间 ok 这样的话我们把它改成 我们把它改成n吧 这样的话我们算我们的时间复杂度也好 算一点 我们这里假装它是 小于点n吧 ok 这里的话我们去首先给它这样去 定一个n n等于100吧 我也可以把n去说你从外面获得的 ok 没有问题 首先 这时候我们我们从1开始讲 就是从1加到100 它总共需要进行多少次 首先这里有一次 对不对 1 我们在这里再复值一次 对不对 所以它再有一次操作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复值一次 那还是加1 对吧 它需要一次进行操作 就这样的时间 就说前面三次 就这样的时间 当i小于n的时候 它需要进行多少次探单 大家在这里想一想 它是不是要判断 n加1 ok 这里是n 它是不是需要 判断 n加1 对吧 最后一次 它当i 等于n加1的时候 是不是比它 是不是比它大了 对比n大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 它还需要进行判断 大而为n加1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需要判断 对不对 只不过它条件为否 所以它不置信了 对不对 就是说从i从1 要变换成n 不好意思 卡一下 就是说i从1变换到n加1的时候 它多少句去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 对不对 从1 判断 判断 也就是说 从什么说 什么说 简单点的 就是说 i 我这样写吧 n 这样写 应该比较清楚一点 i 从1变换成n加1 它总共 总共比例的造成 1和n比较 2和n比较 3和n比较 当它 比较成n加1时 和它比较之后 这条件为否 它就不继续进行比较了 对不对 这时候 那我就是它不比较了 它总共比较了 n加1次 最后的r加加 它总共比较多少次呢 那就是为n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 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上面就算好了 下面还有时间复杂 那就是说 它执行一次操作 对吧 每循环进来一次 我就需要去进行这样的操作 那就是循环多少次呢 循环n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把它全部加起来 那就是 3n加上几呢 呃 4 对不对 当然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写我们的 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一定是大omfn fn对应的时候 这个n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数量级 呃 也就是说 我们这时候写它的 时间复杂度的时候 这个4 不写 而我们只需要去对应了它们的数量级形式 如果说我今天算出来一个时间复杂度 呃 比如是有这样一个形式的话 或者是n的立方加上 呃 什么呢 哦 3倍的n的立方或者是5倍的n平方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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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OK我们不会说这个不行因为当n区间于无限大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考虑所谓的这个前面的系数也不 我换个颜色吧 我换个颜色吧 我都大家看不清楚 我换个颜色吧 n立方加上5n平方这个的时间复杂度 对应到下面 它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它所以我们只要去最高指数的这个星 对应到指数 对不对 嗯 同样好嘛 这个时间复杂度就说到这里了 还有一个是空间复杂 空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相当于是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一文字母是对应到一个字节 我一个汉字对应到是两个字节 对不对 嗯 当然时间空间复杂的话 他有可能说会牵扯到下面三点 就是说我算法本身要占用的空间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运行时占用的空间 嗯 所谓运行时占用的空间 就是说 我有可能这些数据存在我的硬盘当中 当我执行某个算法时 我需要从某个硬盘当中 再取些一些数据到我的内存当中来进行运善 那我这部分所占用的内存的空间 也算在我的算法的空间复杂度当中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运行的临时算出所占用的空间 这部分的话 嗯 就有点像是我的那个 嗯 叫什么那个 嗯 冒炮排序 就是冒炮排序当中被有个temp 就是说我A值和B值他们要进行互换换位置操作的话 那我起步 那我这时候我再重新进建一个吧 A值和B值他们两之间要进行换位的话 OK冒炮排序一般都怎么写呢 那我们都是首先这里先给他一个temp值 对不对 把这个A值复制给为temp 然后B值复制为A 然后再把temp复制为B 所以说这个temp 这个temp 这个temp 它就是我们就对应到当算法当中的一个临时占用的空间 所以说我们在去算我们的空间复杂度的时候 比如说一定要记住包含这三个部分主要是包含这三个部分所占的空间 OK我们看下面 OK我们大致的话我们这节课内容就大致的说到这里吧 当然如果说我也不敢说因为这节课的话有些内容也前面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大致的也整个课程的一些内容给大致的过了一遍吧 但大家如果说对我这门课程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意见 都可以去上网站给发给我 也可以给我发邮件吧 好吧 我们今天课程就说到这里好不好 谢谢大家随便 拜拜